弟兄姐妹们 早上好 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 早上好 今天我和曹雷姐妹一起再次来到大家当中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所学习神的话语的体会 今天的要分享的标题是叫做恩典的救赎 就要讲神的救恩 刚才林牧师讲到穆斯林的事情 在我开始之前 林牧师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短短的视频 因为我们住在新泽西这个地方 叫Patterson或者叫Clifton 那里是美国的土耳其人口居住 好像是数一数二的城市 而且有穆斯林 所以我们三年前 我和曹雷姐妹三年前 就参加了一个来自不同的教会的一个团体的 弟兄姐妹一个团体自发的 就神带领我们 到那个地方开始去发口罩 三年前 三年前 发口罩 发福音单账 传福音 然后呢 后来我们很快就在每个星期六呢 开始在下午 在那里公园里面 举行那个儿童的活动 儿童program 包括唱诗敬拜 讲故事 福音故事 然后有游戏 在发礼品 这样子已经快三年了 所以待会呢 我现在就给放个短短的视频 是我们带孩子一起唱诗歌 敬拜 还有曹雷姐妹在讲 讲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些 或者表演 短短视频 其中我讲一下 你们看懂英带讲英文的 有一个视频是讲 耶稣 医好 那个瞎子 有一个视频 有一个视频呢 另外一个视频呢 是曹雷姐妹在昨天 给孩子们讲祷告的时候 我们来演这个 法利塞人和税吏 去祷告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不同地祷告 一个很骄傲之意 一个很惭愧 认为有罪 所以请大家 欣赏 大概就是两分钟 好 谢谢 请播放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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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dollars I give 100 dollars to you God I am good God So this is Mr. Pharisee's prayer And now let's listen to Mr. Tax Collector's prayer Mr. Tax Collector stood far away Because he was a 刚才唱那首诗歌呢 就是唱的是约翰福音 也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里面 第一句叫做什么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凡是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得有分 知道吗 这么一句短短的经文 在我们所在那个公园里面 我们不敢轻易讲 因为穆斯林他们不认识 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和神的儿子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先知 所以我们在那里三年多 我们唱诗歌唱诗歌 到那一天的时候 神带领我们终于唱到说 这句经文 所以这次也是我最近的感动 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个恩典的救赎 和这次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想这么一句简单的经文 简单的福音 好像我们可以很熟悉地在讲 然而在那个地区 还是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讲出口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恩典的救赎 也实际上是我们常常所讲的这个神的救恩 是在讲救恩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老基督徒来说 我们一起来回顾 来温顾神的话语 对我们这些新的弟兄姐妹来说 我们再次来看看我们的神 是怎样如此地爱我们 怎么来救我们 我们怎么来回应 我们的永生 我们的信仰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的这点学习的体会 然后我现在呢 先为大家来读这段经文 你们可以先看一看 我来为你们读 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主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将士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到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未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 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感谢神的话语 我们看到这里 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首先看这第一节 这第一节呢 三章十六节 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呢 有人称它为是一个浓缩的福音 或者说叫简洁的福音 我有个 大家读读 为什么这样说 这是个浓缩的福音 是个简洁的福音呢 因为神对世人的爱 他就让自己的独生的 唯一的儿子 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来担当我们的罪 借着他独生子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死 给人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人因信靠他 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 得享永远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段经文 是一个非常 大家很熟悉的 所以无论是很多 甚至很多非基督徒 他们都知道这段经文 他们都会读 我们从这段经文 也可以来认识 神的爱 是奇妙的爱 也是伟大的爱 也是广阔的爱 也是长久的爱 我们说他是奇妙的爱 因为神他爱罪人 爱你和我 我们每一位罪人 这是神奇妙的爱 而且神这个伟大的爱呢 因为他是一种牺牲的爱 他的儿子 来舍命 来救我们 所以这个是伟大的爱 同时他的爱 也是一个广阔的爱 因为他把这个机会 给了所有的 相信的人 所有相信的人 都可以有这个机会 来蒙恩得救 所以他的爱 是一个广阔的爱 最后是他长久的爱 因为他应许说 他的儿女 可以永远 与神同在 这是一个 阿爸父神的一个爱 是如此的 奇妙和伟大 以及广阔和长久 所以下面呢 我要根据三方面 和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 我们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从哪三方面呢 第一方面是 神爱每个人 包括你和我 第二方面 神的恩慈 与人的选择 第三方面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黑暗与光明 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 第一点是说 我们来讲 神爱每个人 包括你和我 我们再看看这段经文 要不要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好 一起来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 从中文讲 这就是世上所有的人 然而从这个原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 这个世人是特子 那些犯罪堕落 而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所以这里是世人 就是指的是什么 罪人 在神的眼光里面 这些偏行 偏离神的 没有在神的眼光里面 没有达到神标准的 我们都叫什么 罪人 都叫罪人 所以这个罪人 当我们知道是包括我自己 也包括在座的各位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类 原始神造的他自己的形象所造 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看一看 神说我们要造的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在这里我们的形象 就是指神的性情 包括真理 仁义 圣洁 所以真理 仁义 圣洁 是神的一个美善的一个性情 所以我们 是以神的形象所造 我们是不是 应该本当活出 神的性情 就是 也应当来彰显 神 真理 仁义 圣洁的性情 我们本当如此 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然而 正如下面的这句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所讲的 因为什么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此 因着人的罪性 然后人就远离神 弃绝神 甚至是与神彻底的隔绝 这个上讲的就是我们神 我们人的光景 这个罪人的光景 就是什么 就远离了神 弃绝了神 与神隔绝 但是神的爱 祂爱罪人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祂就用祂的独生子 这里的独生子是指独一无二的 它就是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 这么一个独生子 用祂这个爱子来救我们的生命 正像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 你们可以看 叫神差祂独生子到世间 使我们借着祂得生 借着祂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怎么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祂的儿子成为我们罪 做了赎罪祭 这就是爱了 当我们再次来到圣经里面 来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在认识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在说 哇 神的爱原来是这样的奇妙 我们在世间 我们知道我们有亲情 我们的父母 我们兄弟姐妹 有朋友三次 我们也 常常也彰显着神的爱 但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的爱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神在这里 祂这种如此的爱 祂的结果 祂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这样的爱我们 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祂的目的是要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祂猜祂的儿子来 是要出去人的罪 因为我们知道说 罪的代价是什么 还记得吗 就是死 就是灭亡 我们人偏离神 我们的罪的代价 就是死和灭亡 它是灵性的死亡 是与神永远的隔绝 听到它是灵性的死亡 是与神永远的隔绝 所以我们人若想要脱离 永远的灭亡和死亡 就只有靠着相信谁 耶稣基督 凭信心来仰望神 所以凡是相信并持续相信 听着 凡是相信并持续相信的 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主的 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圣经里面这句 相信这个字 不是指那个一下相信就完了 而是指一个持续的动作 是一个进行时 一直要持续相信下去 在这里我们就反得永生 永生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们 永生就是我们认识神 与神恢复关系 我们得以进入和得着和拥有 永远的生命 这个永远的生命 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而是一个品质 一个特质的概念 所以这个永远的生命 是表示一个属神的生命 你知道吗 这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而是一个特质 这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信主 决定跟随主 我们可以进入 拥有永恒的生命 永生 就是在今天 知道吗 不是说 但我们将来 主耶稣把我们接走以后 我们才永生 不是的 当我们回转向神 归转 归向祂的时候 今天我们就进入 和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灭亡于永生 就是在乎我们是否 信靠耶稣基督 这个福音的道理 是非常的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们要像得永生 不被灭亡 我们就信靠相信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赎主 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能够信靠耶稣 蒙救赎 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 是我们人主动努力 赚取得来的吗 你们说是吗 还是不是 不是 我想了想 是否我很努力 我赚取的这个蒙恩吗 那我不是的 我们能够回转 能够归向神 真的是神主动 来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 祂用各样的办法 来寻找我们 我们这里弟兄姐妹 有受洗的 你们可以明白 想一想 你们怎么来 开始来 愿意来相信神 对不对 所以神的恩典 真的是 我们实在是不配 但是就因着神的爱 祂不离不弃的爱 祂就来寻找 我们这些迷失的羊 同时也因着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使我们的心 愿意在某个时候 愿意我们的心 可以愿意打开 当我们愿意心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口里来承认 谁是主 耶稣是主 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们就因而得救 所以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说 神 祂爱你 神也爱我 祂爱世上每个人 真的我们神是在时时刻刻 每时每刻都在等待我们 等待这些世上 灵魂所失上的人 来回转归向祂 这是神的心意 你们说这个神的爱 是不是很奇妙 是不是很伟大 是不是很长远很长久 我想象我自己的成长过程 我想象我自己 我真的是无不赞叹 神怎样在我这么一个 不配的人的身上 来赐下的恩典和怜悯 再回讲 这么多年 尽管生活也有些高高低低 也有些 有时候也有些挣扎 但我就在想 我不敢想象 如果我说 在这么多年 我的生活当中 如果没有耶稣 也没有神 也没有圣灵 也没有教会的聚会 没有神的话语 在我生活当中 这么过去的这些岁月 到今天我这个人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不敢想象 弟兄姐妹 你们想一想 我们看到我们当中的 弟兄姐妹很多 弟兄姐妹 包括我们在师班的 服侍的 我可以回想 我们很多年前 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 但如今 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 生活的困难还在不在 还在 对不对 有必有挣扎 还是有挣扎 有必有磨乱 还是有磨乱 有必有高高低低 一样的 都有高高低低 然而 神保守他们的心 他们就愿意 停留在主的里面 愿意继续来怎么 走主的路 这真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坚持走下去 阿们 阿们 第二点和大家分享的是 神的恩慈 与人的选择 这个十七节到十八节 你们看到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就是审判世人的意思 乃是要叫世人 因他怎么 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弟兄姐妹们 耶稣基督 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人 他的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是为了什么 要拯救世人 神给我们机会 耶稣来的时候 第一次是来拯救你们 拯救我 拯救我们每个人 所以福音书中间 记载了那些罪人 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 像有贪子 有贪子 或者有瞎子 也有一个有罪的女人 包括有个税吏 沙盖 那个税吏 还有在罪恶中生活的 撒玛利亚妇人 这些罪人 当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耶稣没有去定他们的罪 说嘿 你们这些 你看看看看看 你们像什么样 你们罪大恶极 没有 耶稣都没有定他们的罪 当这些罪人 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耶稣要做什么东西呢 你们还记得吗 耶稣总是去拯救他们 拯救他们 医治他们 向他们显明 向他们启示 他自己是基督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救赎主 耶稣基督就做这个事情 尤其是我们想一想 还知道 对那个正在行淫的时候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耶稣是对她 蛮有恩赐地讲 她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对一个 行淫的一个妇女 被当场抓住的 众人要用石头 把她打死 这么一个女人妇女 耶稣说 我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罪人祷告的那段经文 我们看 耶稣不定这些罪人的罪 同时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被刑罚的时候 他也为这些人来祷告 他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所以你看 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也没有定罪 他没有说 你们这些筷子手 你们将来没有好报 没有的 耶稣基督说 嘿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是给我们机会 要救赎我们 他补定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看到神 他的心意是如此的充满恩赐 如此的恩赐 所以当神猜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是为了把我们从哪里 从罪里面救赎出来 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被罪捆绑和被罪挟赐 就像他对行营时被捉拿的那个女人讲说 我也怎么样 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告诉他说 从此怎么样 不要再犯罪了 你就走吧 相反 如果 这些罪人 他们如果还要继续犯罪 他们会怎么样呢 如果 因为他们的罪很大 他们没办法来到神面前认罪 又是什么一个情形呢 神能做到吗 我们知道说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隔绝谁的爱 神的爱 让我们不回转到神的面前 所以说 无论你的罪有多大 这些罪 它不能够拦阻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当我们如果愿意来选择 相信 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的罪就可得赦免 我们就不被定罪 所以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们的主耶稣 已经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谁的罪 承担了世人的罪 承担了你的罪 承担了我的罪 承担我们所有世人的罪 耶稣基督也接受了 世人罪的刑罚 所以主耶稣基督 就是神所应许的 唯一的途径 叫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就是我们 这些罪人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主的话 我们这些罪 就被赦免了 在神的眼光就一笔子吗 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信的话呢 这些罪呢 就在那里 还在那里 将来等待审判 所以在这里讲说 相反的 如果我们选择不信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罪已经定了 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 我们人的这种罪性和罪的特质 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罪性和罪的特质 就已经在人的里面 以因着亚当的罪 我们的始祖 亚当效果犯的罪 这个是罪怎么产生的 所以我们都被称为谁呢 罪人 因此呢 人类都已经处于一个被定罪 被审判的光景 这个就是人类的光景 弟兄姐妹们 神的恩赐与人的选择 我们看到说 我们要么被定罪 怎么 要么蒙福被救赎 全在乎我们是否相信谁 来相信和信靠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福音 非常简单的福音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福音 因为神的恩赐 要给我们人来做这个选择 我们或是选择 相信接受神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的罪就得怎么样赦免 我们或是拒绝相信 我们不接受神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呢 我们的罪呢 就已经被定了 我们被定罪了 定罪的意思 还成的意思是说 就是什么 没救了 因为我们把唯一可以得救的方式 我们都怎么 我们都不要了 总而言之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成就赦罪的恩典 和永生的救恩 这是赐给我们全人类 最美好的礼物 而且这个礼物 是一个免费的礼物 是一个恩典的礼物 我也是慢慢慢慢地 就是在理解 这个恩典 这个免费的礼物 我们真的是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也不配做什么 但然而我们就是来转向他 来相信他的时候 我们的结局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 神给我们的选择呢 我们可以选择 一是接受 二呢 或是拒绝 或者不接受 弟兄姐妹妹 我问问你们 这两种选择 你们认为他们的 最后的结局 命运会一样吗 不一样 应该不一样 在这里说 我们如果选择 相信主耶稣 我们得永生 我们不被定罪 如果我们不选择 相信耶稣 我们拒绝 靠我们自己的办法 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是灭亡 是灵性永远的死亡 和与神隔绝 在我们第三个日子 也没有平安喜乐 这两个不同的结局 第三点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黑暗与光明 刚才讲的是神爱每个人 第二呢 我们讲的是恩赐与选择 最后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黑暗与光明 第十九节和到二十一节 我再重读一下 这里讲光来到世间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到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看到光啊 因为每天都开光 开灯 对光现在我们很熟悉的 如果哪天你走回家去 你家灯全部是黑的 你会怎么样 你什么看不见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光呢 可以照亮黑暗 而且在黑暗里面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在光里面会什么 会暴露无遗 无论什么东西 在光的下面都会暴露无遗 然后我们圣经里面 在这里讲说 光来到世界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这显然根据圣经里面教导说 这个光就是指的谁呢 就是指的是主耶稣 基督 这个约翰福音 整章是在讲 耶稣是神的儿子 祂的神性 祂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祂是世上的光 约翰福音都在讲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是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五节 这样讲说 他毫无黑暗 因为神的属性呢 是一个真理 信实和公义 听到吗 神的属性 是真理 信实和公义 绝对不会被罪玷污 所以也没有任何道德的瑕疵 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的道德标准 和我们的社会的道德标准 它操守 你们觉得是不是很有限的 是不是 这个道德标准 有的社会可能比较稍微 完善一点 比较高一点点 有些社会呢 可能比较低一点 没这么完善 但基本上人类的这些 道德标准还是 还是蛮好的动机 但然而我们发现 这个道德标准里面 很多地方也未尽完美 而且我们人自己呢 也没办法 尽忠尽职地 能够来遵守 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 非常难 所以这个道德的标准 是有瑕疵的 在这里 耶稣怎么来对众人讲 他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反而在讲 反而在讲说 他是世界的光 他是照亮黑暗的那个光 在他里面没有黑暗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真光 在新约圣经里面 弟兄姐妹 你们记不记得 主耶稣基督经常和 哪个族群的人有冲突啊 哪个族群的人最讨厌他 法利塞人 因为主耶稣基督啊 经常啊 要来指出和暴露 这些法利塞人的这些 罪恶和假冒为善 所以这些法利塞人呢 是 他们是喜欢耶稣 还是不喜欢 你们说 对 如果一个人经常来指证你 可能心里面也不太舒服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 而在这里 当主耶稣讲真理 来讲出这些法利塞人的 黑暗和罪恶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不舒服 他们非常的痛恨耶稣 他们不仅不愿意改 悔改 而且千方百计来想来陷害 来涉局 来抓耶稣的把柄 想来害耶稣 因为他们是很恨耶稣 所以你们想 这些法利塞人 他们被定罪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自己在黑暗里面 他们行 他们作恶 但是当耶稣基督这个光 来造他们的时候 他们自己呢 没从黑暗里面出来 他们还愿意待在黑暗里面 他们继续作恶 继续假冒为善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罪人啊 我们当罪人如果轻看 或者藐视 或者忽略 甚至是拒绝 神的恩典 神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这真是因为这是 罪人的败坏和顽梗 因为当这个罪人 他不愿意回转 来归向神的时候 他的败坏和他的顽梗 他不爱光 道爱黑暗 是他的骨子里面 他是轻看 他藐视 他忽略 他拒绝神的救恩 他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的救赎的恩典 正是要使罪人 要脱离黑暗的权势 所以在这里我们讲 黑暗与光明 这样子想说 我们的选择 什么 要光明吗 还是要黑暗 当耶稣基督 要来救赎我们 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脱离黑暗的权势 进入光明的国度 所以我们每一位 行真理的 必来救进 耶稣基督的真光 救进 就是我们愿意来 什么 靠近他 我们愿意在他的里面 我们当 救进 耶稣基督的真光的时候 我们就能得到什么 光明 如果那些不断作恶的 拒绝 来接近耶稣基督的真光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只能停留在哪里 停留在这个黑暗痛苦里面 等到永死 最后呢 弟兄姐妹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为大家读一个分享见证 这个分享见证呢 是一位叫 余丽香姐妹 发表在生命与信仰 这个刊物上的一个见证 我就为你们读一下 你们可以来听 我读一下 我逐渐认识到 我自己的忧郁 就是疑郁症 疑 最根本的原因 不是我的原生家庭 也不是我梦想破灭 也不是工作和情感上的挫折 更不是邪淫附体 不是因为一切环境外因 乃是因为我内心的罪 我不认识真神 这位弟兄姐妹 她写这个的时候 她已经是基督徒了 但是可能是在信主的初期阶段 她是个基督徒 还不是个非基督徒 她说这一切的问题 她的原因 她发觉自己是因为她内心的罪 她说我不认识真神 我不光去拜那些人手所造的假神 还要更在心中为自己建造一个 一个个庞大的偶像群 听听哈 什么偶像群 这是偶像 第一个偶像是说 骄傲 自以为意 掌控 自我专注 以自我为中心 爱面子 靠行为称义 学历 知识 能力 及金钱崇拜 并在其中寻求自我实现的价值 还有寻求亲密关系 到了成瘾的这种程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人为偶像 惧怕人 同时又渴望得到人的认同和接纳 不信 有小信 自怜 受害人的心态 常常有受害人的心态 苦毒不饶恕 没有爱 贪爱殊食 弟兄姐妹妹 当你听到这么一位基督徒的姐妹 在分享她生命中的难处的时候 你们觉得她在黑暗里面 还在光明里面 你们说 她真的是还在黑暗里面 这在黑暗里面的原因 是她觉得她自己 没有真正的认识 那位什么真神 她说 我一直都想 在服侍这些偶像 我自己还不知道 我被这世界的谎言 和弯曲的价值观所欺哄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做迷离王 又将许多的假王 邀请进来 满足自己的情欲 反备他们挟制 渐渐成为这些偶像的奴隶 下面这位姐妹写 她后来参加了一些学习 真的是靠神的话语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神的工作重新开始 她下面写的这些转变 当我对我自己的罪 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 我就更明白 无法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 拯救自己 就更加体会到 主的救赎恩典有多大 她的一位辅导的老师说 我们相同的地方 多过不同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罪人 都需要主的赦罪恩典 当我真正明白 什么是叫做赦罪之恩的时候 我才学会来饶恕那些 曾经给我带来伤害的人 当他慢慢认识 神的救赎的恩典的时候 他才明白 怎么来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 正因为如此 他说我才可以放下 对我父亲的怨恨 对网友的仇恨 和对自己的痛恨 对父亲的怨恨 对网友的仇恨 对自己的痛恨 这多么苦的一位姐妹 曾经活在黑暗当中 他说当我靠主的恩典 愿意学习放下自己 一直想要抓住的偶像 顺服神的带领 顺服主的带领 我便开始更多地来经历 在主里的平安和自由 真正为这位姐妹的分享 来感谢神 非常地感动 所以为大家 在这个结语是 请看到 结语我是用这段经文 我们来一起读 这段结语好吗 一起来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弟兄姐妹们 救恩和永生 是如此的宝贵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想问问大家 你相信 耶稣是你的拯救吗 你得着了永生吗 你愿意做一个寻求真理 热爱真理 行真理 靠神而行的人吗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真的是感谢你的爱 感谢你那不利不弃的爱 感谢你那奇妙的爱 你的伟大的爱 你广阔的爱 你长久的爱 主 你的恩赐 是要让罪人来回转归向你 主啊在这里也来求你来 继续来恩待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也来真的是求主 你继续在每天的生活中中 你自己 以你亲爱的圣灵 来引领保守 浇灌他们 也以你的话语 来喂养他们 也借着你 在地上属灵的家 教会 来喂养他们 主啊也愿意你自己 来得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也得着 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恋 让我们能得着 更多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父亲谢谢主 我们将这一切的荣耀和颂赞 都来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所有弟兄姐妹 请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请一同来站立 阿们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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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因神是爱 阿们 爱是伤人 赐给我们 祂独生爱子 祝一切相信地 祝一切相信地 不知灭亡 万多永世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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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因神是爱 阿们 爱是伤人 一起来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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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祝我们救了一支 祝我们一起将大恩贵给他 祝我们将无切地送在我们的贵地 祝我们真的是爱我们 祝我们的眼光 祝我们的眼光 祝我们的救命 祝我让我们来宝贝你的救出 来宝贝你的恩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做你奇妙的状态 阿雷路亚 祝你来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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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Alleluia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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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继续站立在祂的面前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阿爸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奉耶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大家